第五百三十九集 秦川,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谁 我知道你喜欢过两个女人 可是,只要你放得下,那么我也愿意放下 我愿意忘掉过去,只在意将来 爱情,没有所谓公不公平 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 看着迎梦蝶这啥样,秦川眼底闪过思思无奈 无奈中透着宠溺的笑 他什么都没再说,转身就走 迎梦蝶立马跟上 一开始还跟在他身后,间隔了一步 渐渐地鼓起勇气,走到了他身旁 秦川没有看他,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停下来 似乎就这样默认了 迎梦蝶先上小鹿乱撞 嘴角的弧度忍不住一而再地勾起 甜滋滋的,像是吃了蜜糖 多么容易满足的小丫头呀 只要能并肩走在一起就够了 他甚至都没有想来他们到底要去哪儿 他们这样,算什么 渐行渐远,背后小嬷嬷的声响越来越小 最后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孩子都出来了,荣静他们一家子,怕得回龙空上去 安分上一年半载的,哪儿都去不了 他们呢,天大地大,他们要去哪儿 走着走着,突然一旁传来一个灵力的声音 你们站住 好熟悉的声音啊 尹梦蝶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 秦川似乎想走,却终究还是驻足了 他知道是谁 很快,树林里就冲出来两道身影 不是别人,正是顾若萍和大盗楚风这对欢喜冤家 顾若萍还是老样子 一副大姐头的模样 而大盗楚风已经不带兜帽了 圆滚滚的大光头上长出了头发 小村发特别黑 显得脑袋和脸更圆了 两人这样走在一起 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盗楚风是顾若萍的弟弟呢 他们是来找荣静和姑夜白的 在林子里,大盗楚风不经意间回了个头 就看到秦川的身影 生怕人跑了 情急之下立声让他们站住 谁知这走近一看还真的是秦川呀 公子尊 我们不是做梦吧 顾若萍一脸不可思议 绕着秦川上下打量 大盗楚风也非常意外 推了秦川一把 秦川,你,你 好吧,他开心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一年多来 虽然荣静和姑夜白没有找他 但是小嬷嬷可是疯了一样的在找 秦川任由他们打量也没有什么表情 正要走 顾若萍便道 喂,荣静他们在前面呢 赶紧走 要是见到你,小嬷嬷会傻眼的 走走,赶紧的 你知道不,荣静又怀上了 大盗楚风也特热情 这两人,四只眼,两门心思都在秦川身上 就这样硬生生将一旁的影梦蝶给忽略了 不冷 终于,秦川开了口 不着痕迹推开了大盗楚风的手 这下,大盗楚风便愣了 在他印象中,这家伙不是黏着荣静 就是黏着小嬷嬷 他这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回来了,不应该是这种表情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盗楚风和顾若萍注意到了影梦蝶的存在 顾若萍乐了 哈哈,影丫头 你好本事啊 小嬷嬷找了她一年都没找到 你居然还纠缠着 当初荣静见到影梦蝶留下的手帕 知道是影梦蝶带走了秦川 所以一直没找 当然,知晓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 大家只知道秦川没死 顾若萍并没有恶意 只是开玩笑而已 毕竟,影梦蝶当初纠缠秦川的事情 是众所皆知的 影梦蝶看了她一眼 很坦然,并没有多解释 嗯,说纠缠也成 她就是纠缠到现在了 哎呀,影丫头你也真是的 一年多了 也不给小嬷嬷报个信 哎,话说你们去哪儿了 大道处风狐疑地问 谁知秦川并没有回答 而是凑近她 笑着,嘀声道 带我告诉荣静一声 好好养着我将来的女婿 到时候,我会亲自上门来说亲的 呃,将来的女婿 什么意思啊 这话一出,大道处风和顾若萍都愣了 而秦川竟趁机拽了影梦蝶的手 身影一闪,走了 喂,别跑啊 你去哪儿啊 你刚说什么呢 大道处风立马要追 顾若萍却急急拉住她 不可思议地说 她,她,她 影梦蝶,她 顾若萍都语无伦次了 她看到了秦川拉了影梦蝶的手 大道处风看去 见两个渐远的背影 这个时候也才意识到这一细节 她,她 好吧 大道处风也惊得 半上都说不出话 秦川居然牵了影梦蝶的手 这怎么可能 秦川看似轻浮 可实际上是最不能随便 最不能讲究的人了 她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牵一个姑娘的手啊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顾若萍和大道处风愣了半晌 要追去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秦川和影梦蝶的身影了 别说影梦蝶的速度 就秦川的速度 他们也未必追得上 俩人迟疑了片刻 只能赶紧去找荣静他们 谁知道 找到荣静他们的时候 荣静已经带下一名男婴了 这个时候 大道处风和影梦蝶 才明白秦川那句话的意思 女婿 女婿 小嬷嬷嬷嬷地 看了墙堡中的弟弟一眼 琢磨着坏人叔叔说的是谁呢 不过 她也不是很纠结这个问题 她比较纠结的是 为什么坏人叔叔 既然都遇到他们了 怎么就不露个面呢 是啊 既然来了 为何不见个面呢 这一年来 姑夜白的武功 其实恢复得差不多了 只是她从来都不会在外人面前显露出来 也没怎么告诉荣静 荣静依旧乐呵呵地当着她的御前贴身侍卫 担任其保护夫君的使命 若是换成平素 不管是姑夜白还是荣静 早都察觉得到周遭有人偷窥的 可是 刚刚荣静在生产呀 不管是她还是姑夜白都无暇多顾 心思全都在挖上 自然也就错过了 姑夜白静默地听着大道楚风的诉说 没发表任何意见 反倒是荣静淡淡笑了 大趣道 影丫头能纠缠她一年 果然厉害 都牵手了 顾若平又一次强调 小默默歪着脑袋想 想了半天都想不通 坏人叔叔这么坏 怎么可能会可怜尹姐姐呢 可是 如果不是因为可怜尹姐姐 才和她在一起的 坏人叔叔又怎么会接受尹姐姐呢 不行 我要去找她 她一定还在附近 小默默跳了起来 非得弄个清楚明白 坐下 荣静却强势地命令 其实当初引孟蝶 以无声无息的方式 招呼都不打 就带走青川 荣静便懂了 冰雪宫老公主说过的 她身上有慕容晚秋的气息 所以不管是离开她 还是离开神龙大殿 对于秦川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一种心声 其实 尹梦蝶这丫头小是小 单纯是单纯 却比任何人都懂秦川 好吧 荣静承认知道秦川 会牵尹梦蝶的手 她也至今震惊着呢 不过这一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有秦川和尹梦蝶自己知道 荣静只知道 尹梦蝶是个极好极好的丫头 秦川那家伙放下话 要她好好养着将来的女婿 难不成是有婚约的想法了 思极此 荣静忍不住想象起将来的样子 真心令人期待 娘亲 小嬷嬷好不甘心 孤叶白这才开口 她既避而不见 你我找也没用 走吧 我们也该回去了 小嬷嬷叹息一声 又瞅了墙包里的小弟弟一眼 心下偷偷琢磨起来 似乎小弟弟 比较适合当坏人叔叔的女婿 小弟弟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坏人叔叔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坏人叔叔真打算和尹姐姐生孩子吗 这算不算是一种没有相见的偶遇呢 马车在山林里行驶 往神龙大殿的方向 而秦川和尹梦蝶 则走在相反的方向 秦川还牵着尹梦蝶的手 他都可以肯定背后没有人追了 他必定比他还肯定的 可是他还牵着他的手呢 不 确切地说也不是牵着 而是拽着 他的大手拽着他的手腕 不是很紧 也不是很松 打从被他拽着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手就是紧绷着的 所以他也不确定 如果他放松下来 是不是手就能从他手里滑落 脚步已经放慢了 手还拽着 走呀走呀 似乎漫无目的 夜晚的山林只有虫叫声 两人之间一片寂静 他始终目视前方 一步一步走 而他低着头 看似看路 其实视线不断朝 被拽着的手撇去 他的手很凉很凉 他的手却是热的 而且在不断地发热 被他的五指抱着特别舒服 原来触碰在一起的感觉 是这样的呀 明明都被拽着了 他却还是想看 盯着看 似乎看得感觉更直观 更有冲击力了 也更真实 会不会就这样看傻了呢 谁能体会被喜欢了那么久 倒追了那么久的人牵了手 这种感觉有多美好 幸好他脑袋里还想着事情 否则还真有可能看傻了 他在想他刚刚说的话 他说让荣静好好养着他的女婿 将来他要亲自去说亲 这话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来理解 他是想把女儿 嫁给荣静的儿子 是嫁给小嬷嬷呢 还是嫁给今日出生的这一位呢 呃 这些不是他考虑的 他考虑的是他哪里来的女儿啊 他还想女儿吗 想要女儿 那就得先有一个 女人 影梦蝶低着头 静字默默地想 一想到这点 他的小脸立马烧了起来 越来越烫 神马叫做想入飞飞 这便是了吧 这妮子想入飞飞就想入飞飞吧 小脸发烫就小脸发烫吧 可是他居然连手都能发烫 尤其是手心越来越暖 终于 秦川缓缓停下了脚步 他停下了 影梦蝶的心跳 割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而此时 秦川正好低头朝他看来 四目相处 一个目光平静如水 一个却惶恐了 他停下来了 他想做什么 是不是放手的时间到了 站在一起已经是没梦了 牵手 是更美的梦 可是 梦 再美都会行的 果然 秦川的手慢慢动了 影梦蝶缓缓低下头 不自觉咬了唇 他总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的 可是 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等着他放手 然后应该可以继续一起往前走吧 可谁知道 秦川的手动是动了 却并没有放开的意思 竟还是轻轻地握着他的手腕 一点点地往下一动 渐渐地从他的手腕处移向了他的小手臂 冰凉凉的手心从他发烫的肌肤上清滑而过 像是在他肌肤上湿了什么魔力 影梦蝶在心下忍不住惊呼 好舒服啊 手腕到手背手指的距离才多大 可是 他的动作故意放得好慢好慢 让这一切都变得漫长起来 就这样 他低着头 他看着他 于无声无息之间 他的手移动到了他的小手上 轻轻地 轻轻地 扣住了他的手指 食指 相扣 然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扣紧 青春 终于他脱口而出 不可思议地看着相扣在一起的手 随即抬头看他 原来 还有更更更美的梦 影梦蝶愣在原地 他已经不想去想 这到底是不是梦了 他只知道这一刻 好幸福 手背他扣紧 就好似从此以后 他把一切都给了他 而他也接纳了他的所有 任由影梦蝶发傻 秦川只是轻轻一笑 一句话 一个字都没有说 就这样牵着影梦蝶往前走 原以为余生会很孤独 如今有了这么个单纯可爱的丫头 想必剩下的日子 应该不会寂寞到哪里去吧 原以为 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 就不会再有爱了 如今有了这么个敢爱的丫头 也好 就允许他来爱吧 许久许久 影梦蝶才回过神 傻乎乎地问 秦川 我们 我们去哪 秦川笑了 淡淡道 海角天涯 第五百四十集 最近的日子波澜不惊的 过得太安稳 某镜 颇为不满 闲着无聊翻看日历 荣静意外地发现 今天居然是农历四月初一 这虽然跟现代的愚人节不是同一天 但好歹 数字符号是相同的 于是乎 无聊的静静 决定给生活加点料 于是乎 寂静的午后 静静院子里 就传出了一阵干呕声 静静把下午茶喷出来之后 就坐视呕吐起来 这一吐 那还了得 爆 主赞 静夫人也不知道 是不是吃坏了肚子 吐得很严重 姑夜白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 身影一闪 急急就往神龙峰顶飞掠过去 爸 少主 夫人她 她好像不不舒服 吐了 小嬷嬷是第二个收到消息 在姑夜白前脚踏入院子 她后脚就到了 父子俩都一脸焦急 而静静此时已经不吐了 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休息 看上去似乎也没怎么样 然而 不管静静看上去是好 还是不好 姑夜白都是担忧的 大夫怎么还没有过来 她一边问 一边在容景身旁坐下 醋眉摸了摸容景的脸 婢女正要开口 容景慵懒懒地抬眼看去 没事 就是天气闷 恶心 都吐了还说没事 翠玉 还不快去 找大夫过来 我就是大夫 没事 可能是东西不对胃口吧 你吃什么了 嗯 喝了点茶 吃了些糕点 都是平素爱吃的 可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反胃了 好奇怪啊 容景说着 眼底闪过一抹脚侠 他想 他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家伙也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可是 姑夜白哪里懂那么多 执意让翠玉去找大夫过来 容景拦不住 只能随他去了 他原本打算骗一骗这对父子的 莫名其妙吐了 不都会想到有喜了吗 这对父子那么聪明 怎么就一点反应也慕有呢 小嬷嬷就坐在一旁 眨巴着萌萌哒的大眼睛 盯着娘亲看 好吧 他承认 自己的注意力 没在娘亲吐这件事上 他觉得怪怪的 却又说不出来 哪里奇怪了 大夫还没过来 姑夜白拉着容景的手 眼底尽是宠溺 那现在呢 舒服些了吗 饿吗 看到东西都想吐 这几天都没胃口 容景继续努力 心想 把人都骗来了 一定要让他们上道 娘亲 你不过是肠胃怎么了吧 小嬷嬷终于开了口 一定是你前阵子下山的时候 吃太多冰的东西 把肠胃给吃坏了 容景满头黑线 白了小嬷嬷一眼 小孩子不懂事 评论说话 你又偷吃冰的 姑夜白不高兴了 要知道 他可是一直在跟容景调身子 准备再要一个孩子的 容景不敢回答 立马轻身到一边 干呕了几声 做事又要吐了 这下 姑夜白和小嬷嬷都慌了 一个是大手 一个是小手 都急急在容景后背 俯拍起来 容景干呕了一会儿 才起身来 自言自语 怎么回事呢 就是吃冰害的 小嬷嬷很肯定 姑夜白见容景那难受的样子 也舍不得责备了 一杯水喂到他嘴边 先竖一竖口 再复就要来了 容景竖了口 无力躺回摇蚁去 抬眼望天 好没劲 有没有 这一大一小 简直就是木头 这都还看不出来 小嬷嬷就算了 他还小 可是 姑夜白都已经当爹了 这点敏感性的木有吗 木有吗 就算是没有敏感性 可是他最近都没有防备 赤裸裸欺负他好多次了 就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吗 这时候 婢女总算把大夫带过来了 容景懒得多说 在摇椅上躺尸 任由大夫把脉 而姑夜白则紧锁眉头 认真在一旁等着 谁知道 大夫一把脉立马大喜 恭喜主子 贺喜主子 夫人 有了 有了 哪泥 姑夜白几乎是瞬间僵化 而容景直接从摇椅上蹦起来 看着大夫嘴角抽搐 你 你 你确定没有骗人 静夫人 前真乱雀 是喜脉呀 难道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吗 大夫好奇怪 静夫人的医术不差呀 虽然喜脉还有些弱 可是 认真一点也是感觉得到的 真的 真的 容景这才意识到 大夫是古人 哪里知晓什么愚人不愚人的 所以 这是真的 他不可思议急了 急急自己给自己把脉 而这个时候 姑夜白中雨缓过神来 怒声 容景 你怎么一点敏感性也没有啊 亏你还当过娘 还是个大夫 都怀孕了 还跑去吃冰 呃 容景看着姑夜白 竟无言以对 刚刚偷怨她的 她现在竟全骂回来了 这个时候 小嬷嬷双臂还凶 不懈地看过来 娘亲 你笨死了 为什么 她有种 自己被自己耍了的感觉呢 不 确切地说 她是被肚子里的小东西 给耍了呀